前几天咱们聊了一次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 这两国干仗 现在这俩的仗还没打完 越打越热闹 另一个前苏联的加盟国家又出事了 就是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 政变了 据说是这个总统叫热恩别科夫 先是被囚禁 前总统的儿子宣布接班 然后政府又出来好多派系支持总统 目前那边是一团糟 其实关于这个吉尔吉斯斯坦 估计大部分中国人 也都像跟什么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一样 对这个国家没什么了解 这个国家是中亚的一个小国 跟中国还挨着 经济军事政治这方面简直不值得一提 但是他们国内民族的故事是相当有聊头的 就拿这位失踪的总统热恩别科夫来说 各位感兴趣去搜一下 看他的长相 咋也看不出来像是中亚人 小鼻子小眼睛有点事东亚人 没错 他是有朝鲜半岛血统 是中亚高利人 在当地属于一个不大不小的族群 那么这个族群的来源最早可以从沙俄时代说起 自打19世纪沙俄占领外东北以后 俄国人发现外东北这地是好地插根筷子都能发芽 但问题是当地人太少 再加上海澜炮江东64屯什么的 把当地华人杀得差不多了 没人开发这些土地 咋办呢 俄国人就跟朝鲜说 你们能不能往远东多移民 那个时候就是甲午战争之后 朝鲜跟日本仇大了 跟俄国走得很近 高宗大王身边都有不少俄国顾问 所以朝鲜国王就把这事儿应了下来 鼓励民众到外东北讨生活 等到1910年朝鲜被日本吞并 就更多的朝鲜人不愿意当王国奴 跑到外东北定居 到30年代的时候 苏联远东地区已经有了将近20万朝鲜人 不过到30年代中期斯大林搞大清洗 远东的朝鲜人躺着中枪 被安了个罪名叫日本侦探的同党 短短几个月 这些朝鲜人被连夜赶上火车 流放到遥远的中亚 那个时候中亚就是苏联的澳大利亚宁固塔 专门流放民族罪人 你要穿越到那个时候 能在中亚找到苏联的各族人民 流放到中亚的朝鲜人 一直到90年代才恢复自由 但是因为在中亚待的时间太长 原来的民族语言 民族习惯都已经被同化了 所以这些朝鲜人就没回去 在当地就这么定居下来 关于他们的称呼上 也考虑到多方面的感情 朝鲜跟韩国是死敌 你叫他们朝鲜人韩国不乐意 你叫他们韩国人朝鲜不乐意 所以取了个折中的说法 叫中亚高利人 其实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 不仅跟朝鲜半岛有渊源 主体民族跟中国的联系很深 它的主体民族叫克尔克兹族 今天也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 这个民族最早可以追溯到史记 一个叫坚昆的部落 生活在新疆北部 外蒙古西部 实力不强 经常被邻居欺负 一度臣服于匈奴 后来汉武帝时期 齐都为李玲投降匈奴 蝉瑜非常器重他 把闺女嫁给他 封他为这个幼孝王 统领很多臣服于匈奴的部落 其中呢就包括这个坚昆 几百年后到了唐朝 坚昆部落再一次出现在史书当中 那个时候呢 他们已经被中原民族改称为侠家司 在公元648年 侠家司酋长到中原朝贡 当时正是太宗李世民当政 争冠之志万国来朝 到长安城拜码头的藩邦络绎不绝 但是侠家司那些藩邦啊不一样 他们不但任李世民当老大 而且还说老大咱俩是一家的 最开始呢李世民也没把他当回事 我大唐什么身份 你也配姓李 但侠家司的酋长都说了 我这不是胡蝶蝶 您是隆西李氏没错吧 当年李灵是我们这个部落的老大 也没错吧 李灵是隆西成绩人 我们是李灵的后代 所以咱们都属于隆西李氏 那就是一家人错不了 李世民这个时候已经是晚年 头脑没年轻时候那么清醒 一听完这话呢就被绕进去了 再一看这侠家司酋长黑头发黑眼珠 确实很像中原人 跟金发碧眼的其他酋长们不一样 就任下了这门亲 随后的宴会上呢 侠家司酋长借着酒劲提出来呢 要归属唐朝 皇上当时就同意了 在侠家司的驻地设立坚昆都督府 封酋长为都督 这股部落呢 打这时候开始 就算是吃上黄粮 有了编制在体制内了 往后一百来年 侠家司一直都跟唐朝 保持了牧林友好关系 唐朝呢也没拿他们当外人 有一次侠家司跟其他几个部落 一起来朝供 朝供完了 父母之邦得回礼 安排回礼的官员 不知道是马虎了还是怎么着 没给侠家司准备礼物 侠家司的使者就很不高兴 这事被当时的皇帝中宗李显知道了 李显特地招来使节说 二国与我同宗 非他翻比 咱们是一家人 你老跟别的蜀国比啥 你掉不掉劲 当时就把这使者感动得是痛哭流涕 跪在地上连连顿手 甭管李显说的是真情实感 还是出于拉拢人心 唐朝信任侠家司是真的 每次打突厥的时候都召唬侠家司一起行动 唐玄宗在征突厥制的诏书中称赞侠家司军队 胡使之力所向无前 侠家司在唐朝的时候一直跟周边民族有冲突 一开始是跟突厥 突厥灭亡之后回狐又起来了 接着跟回狐打 安史之乱的时候回狐派兵到中原帮着评判 侠家司派兵偷袭回狐后院没成想着偷击不成 反尸了一把米被打得惨败 死后百余年间不能通中原 在这个回狐人眼皮子底下隐忍了几十年 终于公元840年借着大唐跟回狐交恶 再加上回狐内乱的当口再次崛起 崛起之后第一件事先找唐朝 想让这个唐朝册封侠家司酋长为可汗 唐朝担心侠家司这个恃宠而骄 说这个等把敌人消灭了之后 你再成为一个新的敌人 划不来就一直拖着 但是这个宰相李德玉主动觐见 说当前情势之下 既然侠家司主动跟朝廷修好 咱就应该就坡下旅 把他们的毛捋顺了 他们就乖乖的帮咱打回合 更何况现在侠家司酋长已经自称可汗 咱犯不上为了这点虚名跟他斗气 武宗皇帝一听老李说的有道理 于是册封侠家司酋长为英武成名可汗 还把酋长写进了宗史族谱 这称得上是侠家司历史上最光辉的时刻 不过李唐王朝此时江河日下 连河西走廊都丢了 也不可能给侠家司什么实际的庇护 几十年后唐朝灭亡 侠家司由胜转衰 草原上的契丹部落崛起之后 把侠家司倒打一顿 给他们赶到中亚 等到辽国灭亡 叶利大使在中亚建立西辽 又是第一个拿侠家司开刀 把他们收为臣鼠 此后侠家司就再也没有什么崛起的机会了 都是不断的被臣服被同化 到了元朝的时候 侠家司被叫做吉利吉斯 明朝以后又被中原人称为克尔克兹 这些人在中亚逐渐跟当地人融合 形成了今天吉尔吉斯斯坦的主体民族 好了 由这个吉尔吉斯斯坦政变 引出来他们跟中国历史的关系 咱今天就聊这么多 欢迎大家在寻记讲堂APP 或者YouTube上订阅寻记万聊 也欢迎大家在YouTube上 加我频道的会员 谢谢大家